哈囉 大家好 我是趙玉君 那我的職業就是魔術師 我以往對音樂的挑選的話 我會邊聽音樂 然後邊看我的表演影片 然後我會聽一下音樂的感覺有沒有適合我的表演 對於下午茶甜點有獨特的研究 那我研究他們已經有長達九年的時間了 各位觀眾想知道魔術師跟下午茶有什麼關聯的話呢 等一下看我的表演就知道了 最強配樂家的節目錄製現場 各位參賽者大家好 歡迎來到最強配樂家的節目錄製現場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個關卡 我們的比賽題目是魔術表演的配樂 魔術 所以等一下你們需要看一段魔術表演的程序 然後用這個程序我們來進行配樂的比賽 有 wrestler 的比賽 這個表演的設計它其實 以一個攝影機的角度來說 它對觀眾來講是還蠻近距離的 可是它的東西其實 有點類似舞台的魔術 所以說就是要去思考說你要把它做成 一種跟觀眾互動的音樂 還是說它是一種大表演的華麗的音樂 印象中很多魔術是沒有音樂的 所以可能很少數的 有印象的魔術音樂可能就是一些罐頭的 我不知道可能一些很動感的音樂 我原本認知的魔術音樂就是很華麗 就是因為通常都是在舞台上看的 然後有火啊有羽毛有大型的道具 那今天的很挑戰是它是一個小品 那就有點超乎自己的預料 所以變得很緊張 所以這段我覺得很難 生活中有很多的活動需要音樂 像頒獎需要音樂 尾牙需要音樂 運動會需要音樂 戲劇需要音樂 有很多的表演如果沒有音樂的陪襯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這一次我們邀請魔術來作為合作 希望參賽者們可以做出帶有魔法的音樂 今天表演的魔術是有關下午茶的主題 所以我希望我的音樂可以比較輕鬆 比較悠閒的感覺 讓觀眾比較容易融入到我的情境裡面 所以我希望在我效果出現的時候 如果能搭上節奏的話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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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我會想要把它 魔術變成有點像是魔法 然後有點華麗的感覺 會讓觀眾覺得 這種東西如果可以成真那有多好 魔法可以 也許它這樣的話程式會再多一點點 然後我蠻喜歡你其他的段落鋪排 像你每次出招之前你會用一個SIMBA 然後讓後面的東西能夠有一個亮點 我覺得這種東西處理的蠻好的 就是有一種飛揚的感覺這樣 好啊 那就繼續把它完成這樣 好 好 OK 好 OK 他說音樂很有魔術感 然後我很喜歡節奏起伏的地方 他竟然說我可以不用修改 有機會 是那麽要 bullish的 手好 高下 就可以吧 到處置 lire 有助散聽 過 minoriti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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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